大自然 那最后一口气不来了 还是回归大自然 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人为 去把他隔离 这个我六月的时候 到了北京 因为他们邀请我去参加 他们是公益慈善企业论坛 那我很荣幸被选为 今年度的十大优良的优秀的 那个社会公寓团体奖 那我晚上 我是在这边是不看电视的 那那边晚上五五遥没事的话 我就跟他乱说 刚刚好看到一个什么 那个零下七十度的生活 就是拍了一段 一片那个 这个在西伯利亚 零下七十度 人寿的生活情况 零下七十度的话 你看人在那边穿的皮 我们在厚一点而已 照样生活 照样活下去 整个冰天写地 那个是动物也是一堆脏皮 也是这样活下去 对吧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怕什么 就是说人的这个适应力很强 所以人最好跟大自然 维持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 你自然有你的适应能力 你不要冷了 就赶快吹什么暖气 热了赶快弄冷气 人就活在那个常温下 那你一走出去 所以大自然 那你就很容易 受冷啊 或是受热啊 你没有适应能力嘛 所以我很认为说 人尽量 要跟大自然 多密切 像我们孩子 我都放他这样去跑啊 极少感冒了 前几年不是 报纸上当人很厉害啊 红火而已啊 这个摇掉会死人嘛 对吧 有没有 我们这边 对啊 我都不晓得被摇到多少 我都不晓得被摇到多少 一个没死啊 对吧 免疫力比较好 红火的那样 影像蚂蚁 很高一样 我们这些孩子 我被盯到 红红的一点点而已啊 不会死啊 那为什么不会死啊 因为跟大自然 围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嘛 所以就适应力强 免疫力强 自然就没关系了 那现在不是啊 动不动打针啊 打针啊 有一次我到那个 那个马街医院区 更恐怖啦 无菌室 里头什么菌都没有 人在那边活出来 碰到外面菌一大堆 那不是很容易就染菌了嘛 这违背自然 所以我很不认同啦 那我说我们就这样生活 结果我们大家很健康就好嘛 如果你们今天 来了天天我这样讲 就很好喔 我们要活在天地间 在那边做四句话 对啊 那如果你们这样改变 闲来无数 都往大处来走 好 那么可能 欸 就很明显 就很明显 小学生在那边要背诵五大经典 五大宗教经典 好 那个我们这边是这样子 每一教 就是信徒都会来帮我们 好 那我们就对每一教的教主 通通都尊敬 他说我们每一教呢 就选他两篇经文 好 比较代表性的 好 精药的那些 好 那让我们还是背一背 好 这个 嗯 我不晓得你们对宗教人 理解怎么样 好 我是算是运气很好的人 我老爸没人读书 是一个农妇 我妈妈也没读书 农妇 但是我很幸运 我这个乡下人很幸运 一个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 我在民国五十年了 你生没有 还没有 民国五十年了 那还没 好 我在民国五十年了 那么我就考上 那个时候 台湾唯一的国文研究所 台师大 这个台师大 这个国文研究所 就被我这个台湾小孩考虑了 蛤 我之前没有一个本人 都是外省 是我第一个考证区 两年以后呢 我竟然就在大学当讲师 教学大学生来 我在我东吴大 东吴大学毕业 中文学毕业 考上师大 都回母校 就当讲师了 这个 五十四年 二十八岁 我教大学是二十六岁 二十八岁 我就当高中的主人 还是继续在大学教书 五十六年 我就升副教书 五十八年 那个时候 我那个书上面有写 吸血来潮 就想当国中校长 那是国中第二届 我自己就毛岁 毛岁之间 1.5分钟 这个写一封信 给当时的姚明山管理局局长 自己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呢 直接跟他表达 我想当国中校长 有机会给我一个 真的给我 我的校长是一块两毛钱来的 写一封信 游票一块钱 信封一毛 信子一毛 这个 当校长 在第三年 第四年 民国六十一年 那个时候是第一届 中央民意代表 中央的中央民意代表 要学 他本来也没去想这一些 结果呢 报纸登出来 我学校人事主任 他跟我建议 我希望 警察进行什么 那时候立法委员 我说算了 没人没进来 我进去 没人是 那时候台北市党部 国民党 我一个都不认识 中央党部 一个都不认识 那是没人 没人是关系 还有个没人 是竞选 那乔阿咯 競選助選人 我一個都沒有 要怎麼選 他跟我講說沒關係啊 試試看啊 我就說好啊 你去幫我拿錶啊 就這樣子 我們也經過太多的思考 就拿錶回來 明天不去報名就回來 我想這一次更划算 報名反正一毛錢不化 報名上下兩次 尤其是給我提建議那個嘴癢的那個人 他花掉了 這更划算 那個校長花一塊兩毛錢 這個人一毛錢不化 萬一提到明的話就撿到了 提不到明也沒損失 我繼續幹校長 那個不要在上面玩喔 聽到沒有 下來 下來 阿德 拜拜 好笑 胖一手 她這麼會爬樹 這個也很小 對不起對不起 她不是會爬樹 她不是厲害 是本能 這小case 對啊 像副手 快點 快點 離開 一般三生一腳不動 一腳就動 三歲多吧 離開 宇棠 宇棠 離開 他要來讓我們看 他讓我們來看 校長這是不是所謂的人來風 這是不是所謂的人來風 這個是應該不是人來風 這是孩子的本性 自然是這樣子 這是人來風的意思 你有沒有聽過人來風 有啦 當然有 但是我不認為 用那個風怎麼不好 人來熱 人來風還不如人來喜 人來他很開心 對啊 這只是約定俗成的一個說法 沒有那個風質不好 哪裡風一定也不風 人家很開心 那那個 結果 第二天 報紙就登出來了 我 什麼 群雄病棋 竟然被列為一雄 英雄 群雄病棋 結果大哥看到了 打電話來 打虧啊 蛤 你叫他大學副教授 國中校長 他不知道 天堆幾滾堂 進選一次立法委員 要花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我跟他耍賴 我說不知道 因為 不可能提到你 到當時的政治情況 因為我 都不認識嘛 我也不去走門路 去活動什麼都沒有啦 就純登記而已啦 謝謝 我來這邊我順手 我順手 好 就這樣子啦 我說啊 聽不到名啦 好玩啦 隨便亂登記而已 好 結果呢 後來就沒聽到名了 就沒事了 哪知道 政府登記截止前的 到處第三天 那個台北市長部找我去 我就去啦 開門尖山都說要徵招我 競選台北市的第一區對國道代表好不好 我也不經大腦 好 第二天我去把校長辭掉 去登記 報紙又登出來了 我大哥又看到了 電話又來了 我說他慘了 他要償了 要當我的淨選總幹事 他要幫我出錢 蛤 蛤 就是安啊 我大哥有錢 又有人 那時候他是台北市警察局 那个疫情大队的副大队长 实际上负责队幕 所下有三千多个义务警察 散步到全台北市 加上我们代表教育界的 教育界的票子比较多 加上你那个时候 国民党提名这两个 一个代表北区 一个南区 南区的票 我是北区 北区的话扣给我 国民党的票 我就这样子 竟然最高票当选 就这样莫名其妙就这样当 所以我成长过程 就是这样子 比较敢跟他乱碰 我想反正碰了 校长那个 其实没有派我当校长 我还是继续当副教授 也没什么损失 一块两毛钱而已 这一次登记更好 一毛钱也不用花 万一提到名再说 提不到名也没损失 一毛钱都没损失 那管他的 结果这样子 这我就开始 所以我这个人 不信神不信鬼 不信自己 以为自己很行 结果在民国 六十三年 那是登国大代表 无意当中 遇到个疾痛 以前 我早就爱吃青蛙蜜 想吃青蛙蜜 就跑到我朋友家里店里吃 我那个朋友 在国民党饭店 那个巷子里头 在卖蜜蜜蜜 想吃就跑到那边去 因为那个时候以为 自己是有身份的人 青蛙蜜蜜 都卖蜜蜜蜜 你卖蜜蜜蜜 吃青蛙蜜蜜 好像有失身份 其实就是 哦 女朋友家里刚刚好 就这样子 想吃 或就跑到那边去 叫进来吃 有一次 都没有人 太六个了 真的